早安 早安 之前佔中的時候 你曾經用癌症來比喻過 現在這個癌細胞已經割除了 現在香港要康復了 會復發嗎 還是死得了沒有 其實這個比喻 我到現在都覺得是很貼切 大家都知道醫癌 不只是做了手術就肯定可以治好 第一手術未必全都覺得 第二手術之後 病人都擔心復發的風險 很多時候要等五年 通常要等五年 我自己看 事實上佔中的影響 到現在還看到的 那種不守法的概念 只要我想做一件事 我認為正確的 我就可以用一些不守法的方法去做 破壞法治的影響 其實現在都還在 大家看看 好像怎樣攻擊遊客 人家來買東西 你如果認為不對 就在體制上 或簽證方面 各樣東西去改 但不能去攻擊人 好像最近有些學生活動 有些人認為 我要講正改 就把正改這件事 那把黃傘 帶進去學生活動 把很多學生 花了很多心血 包括老師和家長 一起去 希望學生在活動中 能夠有表現的 都被他們破壞了 我認為正確的事情 我就要做 我覺得這是 好像癌症 不斷地擴散 其實我更加擔心的是 那些小孩子 幾歲的人 在家裡看 在家裡看了之後 還有些人說 這樣去教學生 一個學生活動 為什麼會變成 變成側 做了其他事情 被人破壞了 那個意義 還反而說 這是教學生 以後我們那些 幾歲的小孩子 不單止那些十幾歲 在家裡 六歲 五歲 四歲 其實都在看這些事情 我很擔心 其實我們下一代 就是 有了這個概念 甚至去到癌症 去到遺傳這件事 那些人 諒問 年紀念 那些人 譬如來 有沒有 你